這個世界騙子可謂是騙天下的 賭場內外更加是從來不會缺少騙徒 有些是主動教你落著 甚至是落手落腳幫你落著 有些是問你需不需要借錢翻身 主動送錢給你 等等各種情況 前一段時間我就在澳門巴黎人地下見到一件這樣的事情 當時就見到一個女人就死死的 握著一個大男人的褲頭皮帶的位置死死不放 一邊大喊搶劫 而這個被握著腰帶的大男人就一邊跑一邊拖一邊用手切法去解脫 這樣的場景 結果就很快就有幾個賭場的 看場的時候衝了出來 很快就那個男人就 被兩個石Q反手 鎖住 左右壓住 迎面走過來 那個喊搶劫的女人也都跟在旁邊 現場據聞就是 說那個大男人在賭場 教那個女人落主 並且就落手落腳主動 拿了個女人手上的籌碼 幫他落主 結果就贏了錢之後就據為己有 死死 握在手上 遲遲都不給女人 還找出賭場 這種情況 扮演賭神 教你落主 甚至是發展到落手落腳 在你的手上拿個籌碼來幫你落主 說幫你贏錢的 這樣的這些騙子 其實是大有人在的 最可惡的就是遇到了借錢給你玩 這些這樣的所謂好心人騙徒 這種騙徒活躍在每一個賭場內外 這些騙徒就很會擦顏官式的 他們通常都會跟你說 贏了 就打賞少錢喝茶的 如果輸了就無所謂啦 就當狗的朋友 由此慢慢還 那麼很多落坡的賭徒就在這種 舒遲無助的情況下 欣喜和僥倖心理作用下 而深陷 還都還不完的 還都還不小的高利體陷阱 不死都一身殘 所有這些情況 相信很多人都 曾經遇到過 其實呢只要你在賭場裏面遇到了 不理不要回答理 不要理睬他們 這些騙徒就會自難而退 就看到了